香港當局與當地時間週二表示 正在針對假新聞研究立法 以應對所謂的錯誤信息仇恨言論和謊言 然而在最近 不僅香港大紀元印刷廠被破壞 記者被跟蹤 一項敢言的香港電臺也被清洗 明顯驗證了中共對新聞真相的打壓 他們認為香港人為民主自由被抓捕甚至失去生命 許多受宣傳洗腦又接收不到外界資訊的中國人 很難理解港人的抗爭 梁凱爾表示 想起反送中運動的驚險場面依然心有餘悸 他們還提到中共當前利用國安法滲透教育 洗腦下一代令人擔憂 你就走回大陸那一套 又是這樣去洗腦的時候 你香港人最擔心的一句話 就是下一代跟大陸的小粉紅就沒有分別了 他由教學入手 然後由不同的法律入手 司法入手 在不同的層面裡控制香港的市民 因為出入境都會限制 所以想走 我勸了香港人在這條法律實施之前 走得快好世界 新唐人記者郭約希 許秀慧 洛杉磯採訪報導